這次的專題講座 許郭黃老師是少數在書畫介紹 跟筆墨實踐上都非常有心得的老師 他除了是我們江兆生先生 聯武館的門下弟子之外 他也曾任職臺北國泰美術館 也在國立公公國務院 他的書畫處服務達二十年之久 他故宮退銷之後 也經常受邀在國內外的各大博物館 尤其是2004年 應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東亞系 邀請講授兩宋的繪畫 2008年 更應大英博物館亞洲部邀請建設該館的 典藏的中國書畫 近年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許郭黃老師在書畫的創作上面 也非常有成就 尤其是2013年 在金融市文化局的藝廊也做過割展 2014年在國父紀念館 也做了一個規模相當大的一個割展 所以我相信今天這場 這個專題講座能夠讓大家 會覺得說是非常非常有收穫的 現在我們就特別請我們許郭黃老師 來進行我們今天的 陳鈺濃厚豐古奇俏 唐吟的山水畫藝的講座 我們掌聲歡迎我們許郭黃老師 謝謝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謝謝小學 把我講了 我都不太敢聽 我沒什麼資歷 我就是在故宮退休 個人喜歡畫畫 所以大概最初的畫面 多謝 故宮的這一次的尼世家的特展 再往前說 大概就是年過63年左右 江老師辦過 就是我的恩師 江老師他曾經辦過 舞派畫90年展 那舞派畫90年展 其實就是以尼世家為主 當然這個事件還包括了 那一派過去的一些文針文的子弟 他們這些年展 那隔了這麼幾十年 那副宮有辦的民視家的特展 那很難得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一個時代 他們就要了解那個時代裡面的重要的畫家 那了解這些重要的畫家的作品 當然就直接從作品裡面看 直接從他們一些文獻的資料裡面去印證 然後我想會更全面地去參加這些畫家的一個 一個生平 畫家的一個創作的一個議程 那副宮算是在我個人 當然我因為在副宮服務的關係 副宮大概收藏的這些作品裡面 都算蠻齊全的 那麼國外有一些國務館 他們像上國的北京副宮 這些都是收藏成不錯的東西 而且數量有相當龐大的一些樹 樹的樹花作品 那麼在副宮呢 那麼其實呢 這方面呢 其實算是比較起碼一點的 所以我們穿運氣很好 都在人們工作也可以介紹這些畫家 可以看 那今天呢 我想就因為唐一有正式安排 剛好製作品正在那裏 我們成年來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介紹唐一的山水畫 那麼我想民視家呢 基本上呢 大概都是一什麼山水作品 其實原視家也是一樣 親視家也是一樣 大概就是因為山水畫在中 中文畫畫裡面本來就是一個打中 那麼留下來的這些樹花 畫家呢 作品的創作呢 大概都是以山水為主 那他們比較特別一點 跟球音有點像 就是說 他也有一點點職業 包括在這個色彩在裡面 所以呢 他有畫一些文化 花鳥當然 花卉也有 但是塑料上比起來呢 那比山水的當然還是差很多 就是數量上 那主要的創作的方向 它也是以山水為主 所以不禁用給我介紹 唐一的山水畫 那我知道呢 各位 我看過各位 我都知道你們對唐一一定非常熟悉 但是呢 我想為了這個 這個 整個這樣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順序演下去的方便呢 我想把它簡單的生平呢 再做一個很簡略的介紹 那唐一十七年生更一年 他的原主呢 是在靖昌郡 所以呢 他常常有寫幾款的時候 常常寫一個 靖昌 唐一 那麼曾祖父到他的父親 那麼唐廣哥呢 都是單索三代 那麼唐一呢 他有弟弟 差他七歲 叫唐生 叫唐志從 那麼在十六歲的時候 那麼跟文正銘呢 解釋 其實他們都是蘇州人 但是呢 真正的那個有所交往呢 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那麼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 那麼跟他有好朋友 張銘呢 那麼性情很接近 雖然呢 他們交往的時間呢 都差不多 但是呢 唐寧的性 個性的關係呢 那麼我想跟張銘 那麼可能比較氣口一點 都喜歡玩 那麼性格上就是比較 匡大一點的人 呃 跟他解釋 張銘的身體也不太清楚 但是呢 大概從他的畫作裡面 那麼跟他的這些資料裡面 大概跟唐寧的認識 就是在這段時間 那麼 十九歲的時候結婚 那麼是跟徐席 然後在二十四歲的秋冬之際呢 那麼他遭遇了他人生呢 那麼最大的一個打擊 就是這一年的他父親過世 他原配徐氏過世 然後呢 他曾經給人民寫了一封信 寫的信裡面就講 不信多婦 那麼婦母妻子 因為呢 隔一年的時候呢 春天呢 那麼妹妹出嫁 母親呢 那麼休死也過世 然後呢 母親 妹妹出嫁以後呢 沒有多久 幾個月裡面呢 那麼就 不明不白的死 就是他寄面圖裡面提到的一句話就是 無欲其死 其死 少且不處 就是死的呢 不是很 不善終就是 那麼大概呢 就是指他死的是什麼原因 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是在二十四五歲 這一半年多的時間呢 是唐寧遭到人生裡面 那麼一個最重大的一個打擊 一家人的疾口呢 那麼幾乎除了弟弟以外呢 那麼都不在 那麼這個是一個悲慘的一個事情 我想對任何人來講 那麼尤其是一個這麼年輕的 一個二十多歲的一個年輕人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遭遇這麼大的挫折 這是很難以承受又難以想像的 那麼所以呢 他當然就是因為這樣 可能給他生活上這麼大的打擊呢 我們就很放縱自己 那麼朱宇遭就不會勸他 所以呢 他在這段時間他就必負加水 就是一年裡面呢 幾乎呢 跟所有的朋友都互相往來 能夠好好用功讀書 那麼聰明人就是這樣子 那讀了一年以後呢 那麼八月五年的時候呢 就是去參加課考 就是參加鄉氏 那麼就種了第一的界緣 所以他有一個 那麼南京界緣這裡 這一方印章 這個印章他的挫折 很非常長要 有大的 稍微長方形的 有稍微大一點 那麼也有小一點 那麼在他的畫裡邊 扇面或者小畫 常用這個印章 小的 那麼大畫 那麼就用大的印 那麼都是一方朱文印 刻得非常漂亮 那麼 在他種了香氏以後呢 那麼就後來呢 那麼就到參加金氏 那麼在參加金氏的時候呢 那麼有碰到他人生的 第二種大的一個打擊 那麼這個是有因緣的 那麼他種接緣的時候呢 那麼有一個徐晶 你看173年 只比他小幾歲 那麼這個徐晶呢 那麼是家裡是富有的 那麼所以呢 那一年呢 隔一年呢 他們就一起呢 同傳 附近去參加金氏 那麼這個徐晶其實很有名 他是那個徐霞克的祖父 高祖 高祖就是祖父的祖父 那麼 唐英呢 就跟他一起 那麼 唐英呢 當然徐晶是家裡是有錢的 唐英跟著他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附著一塌啦 就是運用他的一些 一些 一些經濟上面的一些資助啦 那麼 這個徐晶有錢到這個程度 這個是和梁俊的一個室友在崇華裡邊的一個記載 就是呢 他去考試呢 那麼有戲子素人 就是還帶了一批戲子跟著他 跟著他們去參加的考試 那麼隨從六度 那麼日之成於都市中 事實都不忍 多無人 人矚目 眾與眾 那麼招搖 就去參加考試呢 還還是這樣子 當然他是有富有的人 他們就不太在意這種 但是呢 總是呢 會招人氣的話 所以呢 在三十歲的時候呢 一十九九年的時候呢 去參加這個課考試 到金氏的時候呢 那個有一個華廠呢 那麼他就說 陳敏症泄體 那麼所以呢 去舉掛他啦 那麼 那麼 三月的時候 那麼 徐晶 唐英 因為他們一起的 那麼唐英呢 徐晶呢 也曾經去帶過陳敏症 所以呢 這些人都被牽扯在裡面 包括華廠呢 他也是一樣 所以能夠被牽扯下獄 去訓問 那麼四月的時候 三法師錦一位 庭局 就是到庭上門 那麼去審問 那麼六月的時候 就定下了這個案子 因為查不出來 到底是不是真的 陳敏症有洩題的這個事情 那麼這個金氏 當然是皇帝主持的 那麼你一有洩題 那不是皇帝都清白都受到無辜 當然一定要查得很清楚 那麼實際上這裡是沒有的事情 那麼所以呢 後來查出來說沒有 所以唐英呢 就是以淫緣求盡這個罪名 那麼所謂淫緣求盡就是 就是去屈嚴服侍啦 去拍馬屁啦 但是呢 這個不算什麼大罪嘛 所以就不判俗辱 就是呢 你要去俗你這個徒刑這個罪呢 那麼就是要繳罰款 以現在的話講 就要一顆罰金啦 就是你無關 但是你就要繳的錢 那麼我想唐英大概也不會有多少錢 可能那許金也幫了他這些盲也說不定 反正呢 後來這個下場呢 就是被到錦衣衛裡面的 去訓問以後 下場 當然是很 下場是很慘的 那麼這個當然 在當時這個委員已經做過啦 其實呢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鬥爭啦 就是陳敏症的傳裡面有提到 敏症呢 出獄以後呢 非常生氣 把他兒竹 就是挖擁兒竹 就是呢 就是病 就是長了很奇怪的那個 那個那個 很奇怪的病 後來就死掉了 那麼後來才追證這個上訴 理故上訴 那麼 這邊有提到 薄言敏症是富汗與多其味 那麼富汗這個人呢 因為呢 跟他有政治上的一些鬥爭 所以呢 那麼 才呢 由這個畫廠呢 那麼去 做這個 這個 去揭發這個事情 那麼 四密 莫能明明 那麼 我們也不知道 那麼當時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是地上救死 那麼 唐寧呢 後來回來呢 跟人民寫個信後呢 就是 天子政客 就是 招股 招育 招育 身貫山木 體力體物 體頭強力 那麼 替死 替死 你就可以想一看 山木呢 大概就是以前的那個 你到監獄裡面就用那種 頸部啊 手腳啊 手撩腳靠啊 但是那個是用刑訓 也是用木頭做的 反正就是被關起來 被抓起來 被訓問 那麼情況呢 是相當的氣慘的 那麼 當然 這個士徒就做不通 回來以後呢 那麼就開始 大概在31歲 這個以後呢 就從周城學 學化 那麼 但是呢 那時候是 寮島的生活 那麼 他太太呢 也離開哈蘭 那麼 後來又去了審視 這個 補氣率是 後再去審視 所以 這個中間 有兩個 有兩個 所以呢 他原來的太太 沒有許醫師 已經過世 不過其實呢 她是接過三次婚 那麼 大概在38歲的時候 那麼 生活困沌 所以呢 他就那個 桃花庵 爺爺 蘭諾莫廷 大概呢 可能這個時候 開始相互化為生 因為呢 以前呢 其實是以脈魂為生的 那麼 那麼 三十幾歲的時候 要化 便受到很大的重視的情況 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那所以呢 但是呢 誰會請他寫的呢 因為以前的人做獸 那麼 或者呢 或者寫慕之明 那麼 或者寫這些 都是找一些德高望重的 或者在地方上 受到氣重的人 那麼 當然 這種 這種 自己生活的情況 大概沒有人要請他 而且他自己的那個性格呢 大概沒有人請他 所以他想靠麥化為生 我想大概也不算很好 所以呢 大概在四十六歲的時候呢 他說晚年寡初 四十六歲其實呢 也才青壯年中年而已 但是呢 唐寅是五十四歲過世 所以 對他來講呢 四十六歲呢 他幾乎就是接近晚年的化 那麼 晚年呢 我只坐在 臨座小樓 就在他家附近 這個所謂夢夢庭 這個 在桃花庵這個地方 那麼 求化者 喜酒造之 那麼 有詩 就他自己也有詩 他說 不戀盡但不作禪 不為商 不耕田 千來寫不千三脈 或是人間作業前 那麼 也不戀 也不求道 也不求佛 也不作禪 那麼 也不耕田 那麼 也不從商 那麼 興趣 所好 所能的 那麼大概就是能夠靠化 為生 但是實際上 並不是那麼容易 我想要對一個畫家來形象 那麼 我們現在看到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畫家 藝術家 但是呢 在當時 並沒有得到一個相當多的一個器重 那麼我想拿了一些另外的詩 跟他一些畫的狀況 大概可以多多少的更了解一些 那麼 四歲的時候過世 那麼過世的時候呢 朱宇明 就是他的朋友 但是年紀比他大一點 朱宇明是146年年生的 比他大個四歲 然後幫他寫了一個牧子名 就是他弟去簽 那麼 朱宇明幫他寫了一個牧子名 然後呢 王蟲呢 王蟲是24歲 王蟲是1494年生的 然後就把他寫抄這個牧子 同意王蟲 然後就幫他寫這個 那麼 他有個女兒 那麼就嫁給這個 王蟲的兒子王子一樣 那所以呢 唐寧其實是結過三次婚 最後一次結婚的那個 生的一個女兒們 是嫁給這個王蟲的 因為他比他大兒子14歲 那麼王蟲 如果呢 呃 如果呢 唐寧的 第一次結婚的小孩呢 那我想跟王蟲的年齡 所以也是差不多的 最後呢 應該就是最後 第三次結婚的小孩的女兒們 才是嫁給王蟲的兒子 大概是這樣 那麼 這是他很簡單的一個生平的介紹 那至於他的話 三水話 那我想 哦 他的歸納行 最簡單的一個方式來解釋 就是有沈州的影響 有忠誠的影響 那麼 以及呢 他自己都有風格 其實他話 人物話呢 跟路景啊 跟當時的浙太這些呢 都稍稍有點關係 但是呢 今天不在我們今天 這邊 講的這個範圍以內 因為王蟲 注重他的 注重 重心呢 就放在 那個 山水這個部分 那麼 沈州的影響呢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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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之登 的 我們看到王之登 他是一五三五年生的 所以 比武派的這些畫家 那麼 大概 時代上都非常接近 那所以 他們在記載這些事情呢 記載這些畫 依他們當時代的看法 我想大家都非常貼切 你可以看到他講 沈州呢 是 跟著 那時候跟著 沈州學的人呢 有唐吟 有文申明 那麼 都是從他這個 埋下出來的 所以受他影響的 那麼 皇王 至於風 雲之表 大概就是 都有很高的成就 那麼 講到唐吟呢 那麼 沈州他就把他當神明 講到唐吟 他就把他列為妙品 那當然都是很好的啦 就語化平在這樣 都是很高的 而且他的畫呢 成譽 我們體俏 就是 運用的這個 這句話呢 就是當我們今天講過 他的山水畫的一個題目 那麼 堪若永鎖 無窮濃厚 就是呢 刪除掉那些細碎的 我不曉得他指的是誰 那麼我想呢 他最重要的 他是針對唐吟的 會畫的風格來講呢 那麼 去掉一些瑣碎的一些東西 讓我們能夠求濃厚 追求一種比較厚重 文厚的風格 那麼 這個當然是講他 廢話的比較內容 綿漿有張 那麼 信四流是亞洲 會是什麼樣的 那麼 是文人的一種 那麼 廢話的一種風喪 那麼 那麼 他的話呢 那麼在當時的人評論呢 是 那麼把他追到南宋 主任 是 禁教蛇洲可當亂寫 那麼我想這個對他的評價呢 就相當高了 對不對 跟蛇洲 學蛇洲 但是呢 那麼幾乎是可以跟蛇洲 幾乎是平起平坐的 那麼他如果要把風格出到當代的風格以外呢 那麼他也學了所謂的院體 南宋的 比他劉松年的這個院體的風格 那麼 其實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話 也是如此 那麼 那麼 30歲之前呢 那麼他留下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有一些 但是呢 在我們故宮非常少 那麼有一些呢 我沒見過 那麼 從畫裡邊 從畫廁裡邊呢 有一些我也不是很敢肯定 那麼 那麼 有時候這個是很難的事情 就是說 到底是 對 還是不對 還是說是畫的不好 還是說 某種情況底下 產生的作品 沒有達到他平常的 一單我們喜見的一個水準 那麼這個呢 我想要更多的資料 所謂更多的資料 可能就是更多的話出現 或者更多的文字的資料 讓他來印證呢 是不是這些畫的存在的可能性 然後 這個我想 以後就 希望你會有更多的資料 更多的研究 更多的心力 那麼這個可能會了解更多 那麼今天我就 介紹我所知道的 像唐玲在文故宮 因為 我今天介紹的作品 主要是文台北故宮 那麼一方面 是我個人比較熟悉 那麼二方面 我覺得圖版 我希望比較清楚一點 那麼可以比較細緻的來看那些 可以解釋的一些地方 那麼盡量有故宮的作品 最會介紹的 所以今天主要講的一個主題 那麼這個雙方恢復呢 在形式上面 就很有意思 很像文山明的 很像神舟的 很窄長 你看30公分 136公分 就是差不多1比4年級 那比例就是很狹長的 那麼文哲宏最喜歡用這種狹長的 這種詞來創作 那麼其實呢 文哲宏是受神舟的影響 但是神舟不是所有東西都這樣 神舟的是 受到王王影響以後呢 那麼把這個詞的 就是詞符啦 就是縱橫之間的比例 能拉得特別的受長 那麼拉會特別的受長呢 在畫山水裡邊 那山就是要往上延伸 往後延伸 往遠延伸 所以在焦底方面呢 那麼文哲宏就往比較 稍微偏變形的那個方向發展 那麼唐宏這部作品呢 倒沒有那樣的 那麼他只是呢 我們從構圖來看前景呢 就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前面的前景 那麼中景呢 他就畫一個半壁的山 那這個半壁的山一直往上 顏色一直往上堆 他沒有像文哲宏 那麼也沒有像神舟 那麼畫很多的崇山覆水 那麼因為這樣的話 你要疊了會更厲害 那麼他只是把景弄 弄得特別簡單 就是畫一個半壁 這個半壁當然是土秋的那種 土山的半壁 那麼是用皮馬村的 但是呢 他只有一個半壁 這樣子往上延伸 所以呢 不會堆底的很厲害 那圓景的部分呢 比較模糊 其實呢 他這邊有用的淡的青 淡的螺青呢 然後那個兩座圓山 但是那個畫青的顏色還沒退 所以呢 可以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過很隱約的才是各位看得出來 那麼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用墨 那麼用墨非常的淡雅 用墨非常的柔順 然後這個完全是皮馬村 完全是受神舟的皮馬村的影響 當然神舟是從王夢來的 那麼跟這些接近作品呢 受神舟的影響 但是跟文振民的那個趣味 有相當的接近 那麼我想文振民雖然跟他同一年生 但是文振民的人品 文振民為人的涵養 那麼唐宇本身也是很佩服他的 因為唐宇的性格一定沒有 像文振民那樣子的一個 溫度敦厚的那種 所以對於他呢也是相當的敬佩的 那麼我想年齡一樣 那麼受的教育一樣 就他們同時受到神舟的影響 那麼當然呢 受神舟的影響 當然有文振民這種趣味 那麼就是朋友相夫之間的這種影響 是必然的 我剛剛講這個圓 兩個圓圓山就在這裡 非常淡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還有一個影子 那麼因為有一個青 就是花青這種植物性的飲料 容易退 所以呢 就推到幾乎沒有 其實原來的神舟 那麼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 等一下我們沿著下去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受神舟的影響的話 鬆針大概就這樣 第一個是造型 第二個是筆法 那麼用的呢 比較細一點 然後呢 下筆比較輕 比較柔一點 那麼比較 我們將軟一點 可以嗎 其實它比較柔一點 我現在後來學那個 也學那個 也學那個 周成 學南宋的願法 那麼下筆就比較 比較有勁一點 用墨也比較重一點 濃墨 濃墨對比也比較強一點 那麼這個呢 所有的筆法都很細柔 然後呢 都很淡 都很清淡 上面再點檯也是一樣 你看到 一直到三腰 到三角 一直到 那麼這個 畫了這個 芭蕉的這個後面 一直都是 用相同的 半墨呢 一直往下延伸 右邊 那麼鬆住了 兩株鬆住了 右邊呢 那麼 丟出來一個三臂 後面還有一個三臂 後面呢 才是步步垂下來的 所以呢 頸呢 雖然很簡單 但是那個層次的膠帶呢 其實還是一些的 那麼這個是最 比較前面的這個部分 那麼這個花椒 葉子呢 有這個 這個反面 那麼反面 用的葉子的顏色呢 變成焦黃 實際上是顏色退掉 那麼顏色退掉 裡面 這個底的顏色呢 那麼呢 比較黃的這個部分 就露出來 實際上顏色應該不是這個樣的 這個顏色退 那麼最後沒有辦法 那那個 馬春的呢 從頭到尾 從三頭三腰的這個部分呢 一直到 那麼這個人物的 點題的人物的 後面的這個時候呢 還是一樣 都是用皮馬春 那這位 就是有上角的 一個文正銘的題 一個是唐妮的題 這兩個題呢 我覺得都提得不錯 都提得不錯 那文正銘的題呢 那我們大概 一般的來講 都是文正銘 40歲以後才寫真銘 40歲以前都是一些文幣 所以呢 很可能這個作曲呢 那麼應該是 文正銘後來呢 然後再去提一唐妮 年輕的時候的作品 因為呢 唐妮最新作品 應該就是她 26歲 28歲左右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我們也可能 決定著 不斷地去判斷我們一年 那個文正銘的書法呢 不管以真銘 那麼當然就是40歲以後 不過以她的書法的功德來講 我想大概也差不多60歲左右的 一個書法的功德 那麼這個另外一件 就我們旁邊的平茶酒 那麼剛才那個有點淡色 這個是純粹水末 那麼這個旁邊呢 全部是乾隆的公田裡邊的那些大蛇客 乾隆的屍體的 那麼貼了好幾塊 大堆 那麼會干擾我們看畫 實際上原畫的內容呢 就是這樣 也是很簡單的一個景 那麼就是兩三個枯樹 那麼在前方 那麼中頂就是有一樣的毛路 那麼圓頸的部分呢 就是不起來的一座珠峰 然後呢 所有的山峰的畫畫呢 跟剛才那個完全一樣 都是呢 以馬村為主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呢 然後在村法呢 那麼跟剛才一樣 完全是一匹馬為主 那麼唯一跟剛才那個不同的呢 大概就是濃墨 點胎的部分呢 那麼用的墨色比較重一點 那麼山的發展的領線呢 大概就是這樣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一半 那麼這個是全面 但是呢 山的主軸線呢 是順著這樣子上來 所以呢 點胎 板頭 雷小石頭 以及點胎的部分呢 都是集中在這個 板頭的這個部分 濃墨點胎 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那右邊這個小的 推出來山也是一樣 那麼這個是畫中的一個題 就是一個童子在做茶 那主人在裡面 扣著等著他去做茶 那麼因為這個畫 他在畫的時候 這個畫表的是正的啦 但是他在畫的時候 那個字大概 畫家在畫的時候 有點斜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建築物呢 都有點斜 並不是 並不是這個圖板斜 而是那個建築物本身 他在畫這個 這個 柱子的時候呢 那個整個建築物呢 是稍微有點偏斜的 如果你畫樹有點斜呢 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呢 你畫這個建築物本身 有點斜呢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還好呢 他並不是用戒畫 是獨手畫的 如果 如果看這兩張一看 你就知道 我們剛剛想說 這樣的山呢 其實呢 就是把它割掉一半 來畫這樣的山 那所有的村法 所有往上堆疊的這些 或這些山團的這些村法 其實都完全一樣 你看都完全一樣 你把它切掉一半 除了呢 濃墨 跟淡一點的墨 除了用絲筆 那麼這個用比較乾的 比較殼的一種 除了焦末節點 拍 那麼這個是用絲筆 然後用淡墨點拍 除了這個不一樣以外 我們幾乎呢 村法是完完全全一樣 都是用披麻森 有一些稍微拉長一點的 有一些短一點的 都是用披麻森的方法去點 而這個呢 方向是這樣 這樣子在上 這個呢 也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它的那個零線 就是它的所謂的 農脈的這個 這個脈絡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呢 其實就是受到神舟的影響 就非常的明顯 在故宮的崇山修竹呢 也是很 神舟崇山修竹 也是又瘦又細 那麼比例呢 也是一比四點幾 就是寬呢 寬跟高呢 就是重跟橫之間的比例 也是一樣很瘦長的 但是神舟畫的景物呢 比較繁瑣一點 你看祖峰呢 右側一直往上連伸 那麼往上連伸呢 那麼只好一直往上堆疊 那麼左側呢 就左半這個地方呢 是冰封呢 那麼畫的是像岩石類的 這個是土山之類的 那麼兩個呢 這在畫平台 所以呢 所有的景物呢 堆疊得相當厲害 因為它畫的景多 那麼唐寧這個呢 畫的景比較簡單 那麼就是呢 往上拉 就是只有往上一座 散光往上來 其實它的比例也是很狹長的 但是呢 它這個呢 不是這個 只是上面的一小段而已 那麼因為它要把很多東西 把平台 把坡 把山凹的岩石 以及等等 都要畫進去 所以當然就是要折好往上的 那麼這個呢 我覺得很有趣 那麼跟晚明的那些練習主義的 這些觀念呢 其實非常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畫這些小石頭 版本上面的 點台等等 以及這些 披麻村的方法 那麼幾乎都是一樣的 那麼 唐寧的稍微畫得比較健 因為它所有 構景也講好 所以它在表現的這些 內容方面呢 也比較偏一些 那 省座方面呢 除了這個 披麻村的影響很像以外呢 那麼這邊你看 有畫的遠的森樹 雜樹 還有枯樹 以及呢 還畫的草 在廣東裡面的話 都省略掉 是保留了這個村坊 平麻村的村坊 好像這樣 平麻村的村坊 以及呢 台點 這個部分 你看這個 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像這個 上面畫的這些 小的 繁頭這些石頭 也是一樣 好 那麼這些呢 都可以看出來 上面 受到周城影響以後呢 那麼自己有一般呢 那麼 有新的一個 結構的一個方法 那麼這至於這些 比方造型呢 其實呢 在當時呢 二三歲以前 二十七歲以前呢 是很深刻的 受到省座的影響 那再來看另外一件 好 那麼 那麼 這個 這件畫呢 會定在 我 我這邊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約 就是因為 沒有它的年款 因為畫家不屬 這個年款 旁邊也沒有什麼資訊 資料呢 可以來作證 這段畫完成的年代 那麼所以呢 只能看畫本身 或者畫以外的 看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資料 來說 那麼這件作品呢 雖然沒有年款 但是呢 它這邊有一個 我剛剛講 我已經這個 放大流不清楚了 這是一個南京界員 那當然就是 1499年以後 他30歲以後 那麼 的一個作品 那麼 時間上 我覺得不會差很遠 因為這段畫 有很濃厚的 省座的味道 就是畫屁馬村 那種方法 有很濃厚的省座的味道 但是呢 南京界員 明明是他 1499年以後 所以呢 可能就是他在 跟周城學 受周城影響之前 那省座的影響 還沒有完全脫去的時候 的一個作品 那麼 從哪個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來 從一些 琵琶村 雖然琵琶村是省座的多 但是呢 這個琵琶村的染的呢 就比較厚一點 跟剛才前面的 比較縮朗一點 那麼 要比較 比較 比較柔一點的 那種呢 開始在做慢慢的轉變 但這種轉變的不太明顯 還是省座的影響比較多一點 那麼至於呢 文正銘的這個題 呢 我想跟前面那一張作品一樣 跟雙座的作品一樣 跟雙座的作品一樣 是後來 很封挽 對 我們